有人問你 優泰科技跌了一點點 好不好買嗎 優泰科技都是那句不好買儲 因為真的像是 我不會說它大散 但起碼會先出一陣貨 無謂現在這些位置就撲進去捱價 你捱到12元 其實它都是跟上兩個星期出完業績之後 還高兩成的 剛剛出完業績的時候只有10元 就算它現在鎮到12元 其實都會高兩成 但是如果你現在買了 你捱到2元就很不舒服 所以我自己覺得不應該在這些位置買 相對來說 我自己又會回頭看一隻二三八二的 我自己就輪流這樣炒 兩隻股票的節奏是不同的 1、4、7、8明顯地是爆上去那一刻很穩困的 但是2、3、8、2始終是一隻一千億市值的股票 會慢慢上升的 慢慢上 當你炒完一隻很瘋的股票的時候 你就換回去 穩穩陣陣的 然後等它又慢慢上升 然後同一時間 只1、4、7、8可能就在回落了 到它回落了 差不多的時候 你就又猜了2、3、8、2、8、1、4、7、8 我自己看了超過兩年 這兩隻股票的節奏通常是這樣的